- 谢谢莱总 - 谢谢莱总 - 来过绿岛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旁边这个号称是绿岛新义区 因为全绿岛唯一的小七 和全家都在这条街上 这条街现在多了这一栋全新的建筑物 来自中台湾的老板大冒险 在这里平定起高楼 所以绿岛现在到了凌晨一点钟 都有电还在营业 三百四十二天盖完这一栋在绿岛的旅宿 是小岛的热化体 2003年第一次在绿岛潜水 19年停不住 绿岛 玻璃海紧紧磁吸住这位老板 从海里到陆地 绿岛也是国际级的绿岛 世界仅有的三大海底温泉 这里就有而且面对的是出生的朝日 这个玩家老板也是培养千里马的伯乐 连续两年拿下米其林二星餐厅的GEO Studio 新年又再度入围亚洲五十大餐厅 主厨Jimmy就是这位老板 一路栽培 一手栽培 我们刚刚从这个小飞机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绿岛的新可能 嗨 这里是绿岛的蓝色公路 我们今天的看板人物 老板玩家大冒险的取生羊 和朋友在海上要看艳鱼 今天能见度非常好 从海面看下去有33米 前人珍惜爱护的绿岛是这么的美 也说明了为什么取生羊会爱上这里 2003年我刚取得潜水的症状 第一次是跟教练到绿岛 我看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活体 珊瑚礁 活体珊瑚礁里面有很多的鱼群 这个景象我都一直念念不忘 绿岛有一个外号叫玻璃海 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水温泉 那又有清澈的水温泉水它是一个感官的运动 能见度好的时候就仿如进入仙境 当你碰到能见度差的时候就很像在黑暗中历险 那曲大哥潜水的经验会怎样回涉到你在事业上的运筹帷幄 就是你如何要放松做好你自己要更谦卑不能逞强 你才有办法在过程当中享受这个乐趣 我从陆地到海底潜水 你知道平常都在工作 很多的工作的繁琐的事情 你知道潜水它是一个互动的运动 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忙 比如说你的气不足了 身体不舒服了 这些都需要队友的帮忙 我也曾经遇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就是靠自己要冷静 疫情的时候曲大哥你有做了哪些改变吗 20209月我重返绿岛 因为2020餐饮业影响的蛮严重的 那我也必须要吵到一个窗口 释放我的压力 就选择到绿岛去放松 我本身有夜前的那种经验 你头上要放一闪灯 那你唯一只看到那个电灯的直向的照明 你如何学习在黑暗中自己独处 这个就是学习你如何冷静 每一个人都心中会有恐惧 那你如何让你自己放松 这就是我在潜水当中学到的经验 这种恐惧有让您用在事业里面吗 当然啊 因为你遇到了乱流嘛 工作的时候失业遇到了整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更要冷静的思考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走一趟蓝色公路 准备要穿越龙门岩 哦 哦 哦 问题 问题 让太大了 过不去 嗚嗚 口頭在左邊 然後口身在右邊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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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在地道要做餐旅的运营 绝对不只是会设计菜单 或者提供管家式的服务而已 我们的看板人物曲森阳 他应该不是第一个想这么做的人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 他绝对是先做了再说 再慢慢计算回收的老板 究竟多复杂呢 我们就从这一颗蛋开始说起 要运送每一样食材 进到绿岛行馆的复杂度 小达哥 大老板 麻烦你咧 最近天气不错哦 天气不错啊 我们今天有那个鸡蛋 然后有菜 水果 然后骨灵 然后待会我东西也要送回去 不仅也会一起啦 哦哦哦哦 对对对 可能会比较注意 那鸡蛋哦 我知道我知道 每次来都破到 今天你人很多 天气很热的 所以我们咯 咖啡要比较快 对啊 最近有什么状况吗 最近哦 对 因为这里有两千多啦 所以有些人会比较高 会不会被拿出很多 对哦 但是我一定会注意 接下来要旺季要到了五六月 每天船班这么多 辛苦啦 给你买了 拜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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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客船已经进来了哦 在绿岛你们大家看一下 现在客船它会负责上下货 还有待会客人会从客船下来 绿岛就这个忙了 你看现在这个情景 还不是到非常大的旺季哦 到了旺季大概是五月六 六七八九 这个大旺季的时候 每天是二十个船班 二十个船班的话 保守估计是每天进来的人 有五千多人进来 也同时四五千人要出岛 绿岛居民有设计的只有四千多人 但是呢 我们的游客光一天进来 就将近五六千人 所以这是非常拥挤的 你看 所有的蔬菜水果啊 包括呢 你系摩托车啦 然后 岛上渔民打的鱼 然后要出去的 都是靠这个客船 你可以看一下这么多货车 这里这么多货车 这些全部都是准备要接货 帮我们接货回去的 包括这个庙会这个东西光花 有没有看到一栏一栏的西瓜 西瓜啦 你看到这水果 装香的水果 蔬菜 你知道看到这个盒子的 这个有物流香的 这个全部都Saven的物流香 所以很忙了 还有海鲜 水果 这东西 所以所有的你想到的 连小制一个卫生纸 都是要靠这个货船 因为在这个岛上 没有工业 也没有农业 也没有制造业 也没有畜牧业 完全仰赖货船的补给 两班船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你想 十班船 二十班船 是大家是非常忙碌的 所以 所以大家岛上 大家都在抢时间 不好勒 一直说要约定一起勒 上哪大手啊 对啊 送鸡蛋 OK 好我们这边走 最近蛋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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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走 这边 小心哦 目前蛋的库船都不会很紧张吧 好不会 现在台东这边的话 不会也还不错 OK 如果有紧张的话 再随时跟我讲 好不好 我可能要先叫回来库船 好 今天只有一班船 今天两班船 我看连床单啊 对 背套那些全部都要送到台湾去 没有 全部都送台湾 因为这里没有洗滴场 所有的床单背套 我们要从这里打扒好 送过去台东清洗 我们送上船一包50块运费 他再送回来 我们要给他50块 所以光运费一包就是100块钱 还不包含所有的洗滴的 那个洗滴成本跟洗滴的费用 像绿岛 大家最怕的就是台风 当台风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 一个礼拜 可能没有船进来 没有物资 你连可能 便利商店什么都全扫空了 我知道有一个故事 之前我们这里有一个 很有名的马祖庙 当时就是 有人请了歌仔戏船 是台湾很知名的 百年歌仔戏船 是有仇神卸神的啊 对对 戏棚 戏服 还有那种 那些全部都仰赖小货船 那当时的天气状况很差 浪况也很不好 那它是一个货柜 从台东过来绿岛 要经过一个黑槽带 那那个黑槽带呢 它浪就特别的大 矿得太大 它的那个小货柜 没有锁好房子 整个颠覆到海底 货柜啊 三四百米 货柜啊 对 那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的 保安全部都没在 你觉得到底是不是可控 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变数变成危机 然后不要让危机变成 呃履宿的灾难 这个都要 只好从经验里面去 所以大概在绿岛的开始做生意 它不像我们台湾这么便利说 哎我今天叫了 明天就到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去掌控 所有进货的量 就是一个礼拜的存货 两个礼拜的存货 我们连那个冷冻裤跟冷藏都做很大 所以其实在绿岛 我觉得就跟做餐厅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 我常常哦 今天这个没有 哎 生菜没了 或是你今天鸡蛋来了 哎 不小心 鸡蛋可能破了三分之一 太阳太阳曝晒 可能青菜烂掉了 我们进来的东西 我们可能都要抓十分之一 可能会有问题的耗损 它不是说耗损就叫厂商北 没办法 这是 所以这运营固定抓的 对 你讲十分之一就是一成的耗损成本啦 不容易 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难怪大家刚刚要这么快 麻烦一下用那个电灯罩一下 电灯罩一下 可以看一看吗 对 哇 这真的够大 小爱 你先去 你先去 哇 这种是我们拿钵子拿出来 对 这只要拿出来 哇 真的有中耶 有中哦 哇 哇 哇 是伪装高手 对的 这1.6就是台阶 他现在变成跟台阶 那是伪装高手 所以8 8.4 8.5啦 哇 他被驚嚇到 在屏那个汁了 真的啦 很可怕 真的 好像还有点活着喔 还被吸了一个感觉 他看 他没生 那他先冻晕 对 让他先冻晕 对 在绿岛要经营高端的餐饮 像这样的一个超大冰柜是绝对必须 因为像刚刚画面里面那个大大的花枝 能够守到勤来 新鲜上桌的机会并不是常常有 还有一点在绿岛是没有天然气的 所以用摩托车载送瓦斯桶 在台湾属于古典的画面 这里是寻常可见的日常 这次我们的看板人物曲声扬 他熊霸台中的餐饮集团 培养了好几位全国知名的名厨 其中连续两年拿到米其林二星 Jail Studio的Jimmy 林田耀 这次也特别飞来绿岛 来尝试协助定位绿岛新滋味的可能性 这是绿岛就是要渔民 他们上来的游泳员 对对对 然后做一些发酱 然后就是比较想要游户当地的食材 所以我做了一个泰式的这样子 那我们试试看 你也喜欢做泰式的意识料理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会想要用泰式的这个水分 呃 我本身学的是意识料理没错 可是基本上我在泰国也住了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 基本上我里面还是使用了大量的干奶油 我们摆清安全片 看起来就很清爽 嗯对 因为绿岛啊天气它会比较热一点所以 做一点清爽的 比较好开胃 那么这个一个礼拜来几天 通常不一定的可是它一次来的话大概会来六十几公斤有 它其实有点像是怎么讲 起来的味道也就有点像意大利一道很经典的菜卡罗伯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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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啦 我喜欢意大利的感觉 所以把它做一个融合 因为现在其实料理已经无国界了 融合菜是趋势 然后这个撒上一些 这个就是我的最爱 我們來試吃了嗎 所以要把這些一起 它會帶出一些不一樣的程式 很清爽耶 所以我們就賣這樣一份 綠島當地的畫質 就賣這樣做 對 就可以上菜單了 對 直接上 我真正的就是原生的家庭 是在新加坡 然後現在我覺得 台灣是我的拖台中 是領養我的一個國家 一個第一個城市 米其林二星主廚林田耀 來自新加坡 大家都叫他居民 15年前 他跟台灣結緣的契機 原來也離不開美食 之前是在新加坡一直看那個 十字路口 對台灣這個國家就有一個好奇感 就是好像好多美食喔 就是很想要找機會來看看 走 謝謝 好喔 由居民領軍的JL Studio 開業五年 不但2019年起 連續四年獲得亞洲五十大最佳餐廳 2020年開始更是連兩年攻下米其林二星 以新加坡料理為骨幹 結合台灣蔬果加以轉化創新 就是Jimmy想要帶給大家 視覺味覺兼具的新加坡饗宴 然而如今的JL Studio 五年前原本設定高檔歐陸餐廳 開幕前三周一夕翻轉 那時候已經都進去廚房開始在做東西了 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講說 我這些菜我全不用了 我們突然嚇到 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做出了第一套的 他想要的 modern的新加坡饗宴 2016年 Jimmy加入新野餐飲集團 董事長曲聲揚和總經理賴宣勳 這兩位博樂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轉彎 人全力相挺這匹千里馬 那個是很挑戰 那個是非常 非常 意想天開的事情 我做事就是 對的事就是把它完成吧 不用去考慮說成敗吧 至少我嘗試過 Jimmy期望東南亞家鄉味 跳脫刻板印象 即使初期在地接受度 備受考驗 團隊更是一度兵荒馬亂 他仍咬牙堅持 我就想說天啊 你要做新加坡菜 前一兩年真的是 摸索很久很久很久 因為那是一個我陌生的領域 對 但是其實他不吝嗇分享 他會互相就是丟球的那一種chef 他們就會很好想 這是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新加坡寮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這裡有零客人過 我還自己買了一個餐 就是不想要讓他在上面是零 2020年台中首度列入米其林評鑑城市 Jimmy和他的料理終於被看見 為中台灣摘下第一座米其林二星 他得到這個名次的時候 他壓力更大 他跟我講說 哇 他說去吧 我現在壓力更大 我說你放心 做好你自己就好 怕他壓力太大 所以我們平常都會約在一起運動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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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起來 除了起家的銅鑼燒 新野集團在台中擁有六家餐廳 創辦人曲聲揚領頭 邀旗下員工和廚師們一起到球場打球 上健身房 是集團特有的紓壓方式 你們打球有點緊張 沒有 我也沒有打 很少打雙打 不會打的 剛才我很笨 走出廚房的米其林主廚 其實是運動好手 居密高中時 一度打進籃球國家少年隊 膝蓋受傷 終止運動員夢 從小跟在廚師爸爸身邊 他赫然發現 早已生殖體內的料理魂 從小就耳濡目染 可是你不知道 他已經佔領你的血液裡面 在運動我也是在 Push自己的意志力 所以在廚房 我覺得是一樣的道理 2020年 君米揮軍北上 開設第二個品牌 Chop Chop Italy 這回不走高端路線 要打造更貼近 街頭的新加坡飲食 這個是甩餅 是從印度 然後傳來新加坡 然後在那邊慢慢 變成我們的 那邊的小吃 不同的基底 配出來的調酒 和重口味東南亞料理 更Match 強調味覺比例 君米更重視 餐點美感 和用餐環境的呼應 很好 這些線條這些要注意 2022年 Chop Chop Italy 第二家店 回到熟悉的台中 相同餐點 再度改頭換面 除了沙碟size 比台北店小一半 原本的竹編圓盤 換成狹長白碟 頓時顯得秀氣 台中的話 我們是把它優雅化 或者西式化一點點 因為像 在一個美術館 或藝術館裡面 它的那個想像空間 是不一樣的 卻不是一個細節空 這個花苗的位子啊 這個sauce要這麼化 它超級重視這個世界 而這裡的海南雞飯 看不到熟悉的水煮百斬雞 相撿雞腿和燉飯的組合 讓東方料理 也能有西式吃法 它always就是有很多的idea 是 我都覺得 我覺得它是外星人 它的每一套菜 所做出來的是 是會讓你有畫面 2022年 曲生羊的餐飲王國 首度跨足旅宿 來到台東縣綠島鄉 Jimmy協助推廣 台東鳳梨世家 依舊不離東南亞特色 這邊也是用了 台灣的鮪魚 這個花枝 香茅啊 一些蒜和 就是我的東南亞的 一些味道 牛奶 蜂蜜和世家 打成的沙拉醬 提出海鮮和蔬果鮮甜 世家塊裹麵糊 下鍋油炸 廚房燉食洋溢果香 準備發揮美感細節控 就地取材 精心裝飾擺盤 上 來 生肉類 老闆 走出來 謝謝 我們在這裡就是 做任何可能的嘗試 真的青菜之類的東西就是 必須要從台中運動過來 用換菜式就是冰箱打開 就把自己灌在冰箱裡面 看個30秒 OK 就拿出來 如今居民台北台中 兩頭奔波 雖然無暇抽身 長久待在綠島 找來A大主廚坐鎮 五年三家餐廳的經營歷練 讓他更清楚 不論餐點還是人才 都應該應必置疑 找到對的位置 發揮最大效益 最在意的點是 我們選的人 他是不是喜歡島上生活 工作跟生活 它是需要被平衡的 像以前我覺得自己 就很強制的在 強制一些東西 會很執著在於說 這個東西不能 它不能改 現在就會去想說 整個東西它適不適合這裡 跨越距離 透過料理 在異地 述說自己和家鄉的故事 精心雕琢的餐點 不變的骨幹與靈魂 卻彷彿佛有著百變的面貌 就像這位新奇主廚 不時翻轉的直牙 每次轉身 都期待遇見下一次精彩 從台灣聘僱了 差不多四五十個公班 過完年就來了 來到立島 三百四十二天 他們才回去 你的貨物不能進來 薪水要給他 還要吃要住 還有公班 他把車子停在台東的時候 還要付停車費 光停車費代 十幾萬 跟Tuber的合作很有趣 我覺得用了很大段一段時間 去證明自己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像在做Gia Studio的時候 市場上新加坡料理是沒有的 然後你要把它做成一個高端的餐飲 它是更少 我覺得Gipa的心臟也很大顆 他也願意相信 像那時候我們教室有感慨的時候 他有來吃過那個菜單 就覺得香料太多了 不符合台灣人的飲食習慣的口味 那時候很深刻的我們有一個對談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很堅持的要 保留新加坡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做事情需要有 那種堅持跟信念 你相信的話 這個東西才會做得起來 那如果一直去搖擺你在做的事情的話 可能它就不會這麼成功 Jimmy 你從南洋到台灣的人生 是沒有辦法用單一的座標來定位 在台灣的這些年的生命感受 它是怎麼樣的融入到你的創作裡面 例如說每個沙爹 它是一道新加坡的街邊的小吃 大家都會耳熟能想 可是在台灣的話 我把它轉變成一個蔬菜的方式 那用了大量的台灣 尤其是中部這裡種植的蔬菜 它有角白筍 櫛瓜 然後豆薯 即使黏到鮑魚都會有 那我們的醬汁我做了一點變化 那我們是用了那個開心果 去代替花生的部分 創作是人生的累積 經驗的累積 所以有時候一個創作 它可能一天裡面你就可以想出來 可能它需要三年 所以我覺得就是 生活的體驗的這個部分很重要 其實要跟你的綠島經驗裡面 有一個是創新的啦 就是第一棟四季旅宿 就是特別在這邊蓋的一棟旅宿 不過我的印象裡面 綠島它最高級數曾經出現的強風 是十六還是十七 十七級風 十七級 以前我們氣象先生人力魚 他在做台中運 台風預報的時候 他最生動的 就是告訴我們幾級風 然後說人走在路上呢 會不會吹得搖 或是樹會連根拔起 對 這個木格柵 這個木格柵它是有美觀的一個功效 然後它另外有兩個它的功能 第一 就是說它是抗台 我們這個木格柵我們把它關起來以後 這裡把它鎖上去以後 我們可以防止看板 或者是碎石 或者樹枝 直接撞擊玻璃 它有遮陽的效果 又有半透視的美感 這個玻璃也有做抗UV的處理 這因為綠島太陽很大 所以在蓋這整棟的時候 這個地方特殊的一些氣候條件 和環境 可能啦 對於設計師來說 也是一個美性的體驗就對了 這是一個第一次的體驗 而且是有挑戰性的 就像我們比方說這個 這個牆面它是我跟設計師去挑 綠色的小碎石 把它做成一張地毯 一張一張的地毯 所以它叫石毯 這樣一張一張一張的貼上去 這不是抿石紙 這是立體的 它也是抗那個海水 就是說我們這個海水 有那個寝石的那種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選材料 來把它做在這個牆面上 防止它腐蝕 哇 夏季之前 我覺得這邊的風就很濕耶 不知道這邊濕度多少 這裡濕度大約都差不多 七十幾到八十幾 鹹味這麼重的這個海風 在這裡的四種建材 是不是也讓我們知道 現在要花費多少心思 因為你這個正面海嘛 對 對 對 算不算是綠島最近海的旅宿啊 是 從最頂樓開始說 最頂樓是紅銅 OK 紅銅 那它經過了時間 海水的一個侵蝕以後 會產生銅綠 屋頂的那個屋角裡面 嘴管上面可以看得到 對 你就看到了 這個日本的廟室啊 或日本的古建築 常常看到的東西 在台灣是很少 很少人用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很貴 紅銅 銅是很貴的東西 那它不怕海水的侵蝕 所以它在你四種建材裡面 算是成本價格最昂貴的 其中一種而已 還不是 那個幼木花多少錢 就剛才我們講的幼木 剛那個幼木 光這幾扇幼木 從前面到後面這樣 花了兩百多萬 現在看到那個欄杆 你們看起來好像是鏽鐵 對 但是它不是鏽鐵 它是白鐵 石心的白鐵 我們把它噴了鏽鐵漆 讓它生鏽 在漆上保護漆 讓它保留原來的顏色 另外內部我們用黑泥跟白泥 這兩個跟日本的龜藻土 有同樣的功能 就是調節室內的濕度 我們希望能蓋出一棟 會呼吸的建築 這綠建築 為了配合這個特殊的 最近海的這個位置 應該還有一些特殊的 在室內裝潢跟建築上的設計 好 一起進去看囉 這個就是剛剛外面提到的黑泥 對 這個是黑泥 所以它跟龜藻土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你看到這個烙印 這個都是用亞麻人油 用人工拍的 所以它有層次感 這是我自己第一次看到 哎呦 你用鑰匙耶 我很久沒看到新的那個飯店 用鑰匙耶 沒有沒有電子磁卡 因為這裡的濕度非常高 而且空氣中帶有鹽分 所以我們用的這個鑰匙 整個鎖頭這個座 全部都是海島型磚用的 不能用電子 電子的話很容易故障 來 請進 只要給我報導過你在中台灣 是 你已經有不同類型的餐廳 是 但餐廳跟旅宿當然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在這一個海景旅宿裡面 你的評效是怎麼樣計算 我看到這個陽台 非常的大 我很好奇 你整棟裡面 總共的陽台面積有多少 總共的陽台面積大約在150幾坪 那犧牲了差不多八千房間的空間 那因為要把最美的夕陽跟月光海 你這邊是可以看到月光海 這裡時間一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月光海 月亮降落在這個海平面 所以我必須要犧牲一些空間 這邊還會很驚喜的看到飛機的降落 不定時的會看到船舶 交通船進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很好的看景的陽台 所以如果說把這個陽台面積不這麼大的話 你是可以增加到將近20坊的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就是12坊 沒辦法 要完美 所以你就必須要有所思有所得 好 再看過去即使是正午 現在看起來還是波光點點 漂亮 像Bling Bling的海 這是Roof Floor 如果加上就是這一棟是四層 對 那蓋這一棟四層呢 它也創造了一個綠島的小小紀錄 342天平地起了一棟樓的 叫奇蹟啦 是創綠島的有史以來的紀錄 就讓你覺得最波折的好 我聽說就是那個叫調重嗎 還是特殊起重機 在綠島只有一台 全吊 全吊車 全吊車呢 運一個東西到這個建築工地 它可以收三段式的收費 所有的建材都是從台灣製作 那麼包裝好以後 運到台東富岡漁港 那從台東富岡漁港 再用吊車把它吊到貨輪上 那麼貨輪再開到綠島 那綠島呢 再用全吊車再把它吊起來 再到清雨 這一段我們就要付了三次的費用 這樣子分成三段就對了 對對對 那曾經也遇過了全吊車壞了 那要等師傅來到綠島修理 一等等了差不多快一個月 那也有一次因為氣候的問題 所有的貨物都全部都停滯在 擱置在那個富岡漁港 沒有辦法運過來綠島 那所以你的公班是 都是台灣來的嗎 然後吃住跟所有的 幫他們全包了 對 我從台灣聘僱了 差不多四五十個公班到綠島 過完年就來了來到綠島 342天他們才回去 在綠島來說 一般百姓蓋房子 大約是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完成 你的貨物不能進來的時候 薪水要給他 那還要吃要住 還有公班他把車子停在台東的時候 還要付停車費 你光停車費大概十幾萬 我想綠島要再蓋一棟 像清雨這樣的一個旅店 我看很難啊 因為這個實在太多不可抗拒的因素啊 是 接下來我們會看一下 在這個旅店裡面有很多 你自己的心思 是 看起來不一樣的房間 他的評價應該跟別的房間不太一樣 每瓶大約要五十幾萬 電器設備衛浴都不算 家具也都不能算 只是算這個結構 我聞到的這個是什麼 石心木的香味 這個是遼國的香山 所以你聞到的是一個芬多金 就是檜木 還有這間房間 這個被子的被套 是我親自去選的 被套啊 因為我常常去旅遊 有時候睡到半夜都會熱血 冒汗 不透氣 後來我就請教我這專家 他告訴我說 如果是化千多的時候 就不太透氣 那棉多的時候就容易皺 他就做了不同的比例 我買回去試 我測試完最好的比例是 30%的化千 70%的棉 不容易皺又透氣 所以這是驅懂比例就對了 全部都定做 全部定做的 對 我們這個枕頭 是兩種不同的硬度 還有的客人他喜歡睡那個記憶枕 他可以跟管家講 那管家就會把他送上來 其實在你第一次做旅宿的時候 因為他很喜歡旅行嘛 所以結合了你太多的旅遊經驗 裡面好像還有一個可以 抗海泡的浴缸 我們看一下 當時在設計這個淋浴間 我們就不想要用玻璃的隔間 因為玻璃它容易產生那個藏污納垢 那管家也不好清洗 所以我們採用義大利的薄片的磁磚 它是沒有毛細孔 所以它很好清潔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巧思 我們做了一個止水線 所以這邊的水不會漸出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乾脆的 而且它高低下不用太大 不用太大 因為太大 所以也不會有這個 你小不小心滑膠的危險 使用的人 所有清雲的房間都沒有用玻璃 所以水有夠 它會咬到玻璃 那你就清不掉了 許大哥 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綠島交會了你哪些 過去在你的事業版圖跟山崖裡面 不曾那麼深刻領會到的事 我在台灣經營事業的理念都是 人定勝天 人定勝天 越錯越有 那來到綠島蓋這個會館 受到很多的挫折 那讓我學會了如何謙卑敬天 那同時我也學會了 來跟當地的居民接地氣 怎麼說 在本島做事業我都是單打獨動 那來到綠島它是屬於觀光服務業 那我必須要跟本島的一些 服務業的業者 共同來提升綠島的觀光品質 讓來過的人還想再來 你只是說共好啦 有錢要跟大家一起賺 是 比如說潛水拉 或者是包船 藍色公路 這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還有交通工具啊 騎摩托車啊 這些都是SUV也是 雖然兩局我們在旁邊也看得很過癮耶 精神都來了 我們這個朋友說你的眼睛都亮了 剛才還沒打球之前我是完全精神很差的 打完球又全身汗 現在人覺得精神非常好 那時候來綠島潛水 怎麼樣會開始贊助這個綠島國小 有綠島羽球隊 剛剛這個好厲害 他才六年級 對 他現在是全國第八名 對 他跟我說他要去高雄念這個初中了 大家應該都是搶這個未來的球星 是 你又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贊助 關於國小這邊缺了教練 那校長有跟我講說 那是不是企業能贊助 就是專職 專業的 做學校的這個教練 是 全額贊助 剛剛校長也跟我講 大約一年的經費要76萬 所以以前是校長兼莊 總是校長自己在拜託的嗎 對 所以很辛苦 那除了贊助教練之外還有 國小學生他們要到出島去比賽 那一個小孩子如果說 比方說到花蓮或台東去比賽 那麼三天大約要五千塊的經費 那隨便出去就要三四個 所以對偏遠地方的國小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有關於這方面 我們企業也贊助 累積他的比賽的經驗 對 對 有關於表現優異的選手 那是不是說 來做一個獎學金的補助 就是使得他沒有後顧之憂的 他不用去擔心 他自己培訓的經費問題 我本身喜歡打球 看到這些小學生 就好像看到我的孫子一樣 所以我願意贊助他們 許亞哥作為一個捐助者跟贊助者 我想在你的生命階段裡面 一定是有一種特別的心情 那我看到小朋友那個球拍線段 他自己拿的工具 自己在那邊那個球拍 那我看到那螢幕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那我又看到他們打球 用的球 都打得已經快爛掉了 所以那時候我才跟校長提 是不是由企業來贊助 那是你的心情是一次性的 還是你非常非常長期的捐助 我考慮的範圍 本來就是長期捐助 因為小時候 我也不是很富裕的家庭長大的 那我擁有今天事業上有賺一些錢 那我也想回饋給這個社會 這是我的初衷 對於你來說 是不是也有一點父親的心情 是啊 因為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孩子 缺了很多很多的資源 那我想說我能力做得到 我想說 就把他當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樣 所以很無私的去奉獻給他們 集團裡面有很多的餐飲 有JL 他是米其林 對 還有我們的余樂樓 許文光 許師傅 我也會請他在夏季 取這邊的食材來做菜 提升這邊的餐飲的水平 薄餅的一根 薄餅的一根 對 到今天講的 對 新鮮的 然後下面是薄餅 薄餅的大隻 這就是 像 像 像 這肉圓 像 像 牛邦 哈哈 它有一個名字叫做 夏日芬芳 然後我們叫它 Summer Fabric 就像剛剛它的名字 是一個很乾淨純粹 一個淺色 像陽光一樣的顏色 用夏天最重要的一個水果 就是西瓜 用 比較現在的分子調酒的方法 讓新鮮水果跟酒液 做一個液體交換 做出一個屬於夏天 獨一無二才喝得到的味道 它本身結合的是 義大利可能今年的調酒 叫 就像海島一樣 我們有一個繽紛的夏天 真的很像 這杯酒真的很像 我們一起來 為他唱生日快樂歌 夏天 翠大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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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燈光啊 音樂啊 全部都會變 甚至你有的時候還會從台灣請來Band Vocal Band在這邊表演就對了 那當然這個成本是 我覺得是你自己吸收啦 因為你的架木都是一樣的嘛 是 這個裡面 我聽說你的椅子 一把 折合台幣 破一萬 這一把 對 這個椅子是義大利原裝進口的 抗UV的 抗UV咧 對對對 它是戶外椅 是因為這裡的很多潛客 玩水的朋友 他們褲子濕濕的 我不能用正統的餐椅 他坐下去 真的是你自己潛水你才會知道 對 我坐下去的話 那張椅子就完蛋了 然後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念華 所以代表是洞洞 對對對 你知道為什麼餐廳裡面的椅子 會用這麼多顏色嗎 跟綠島有關嗎 有 有關 雲彩的顏色嗎 沒有這麼多 OK 我告訴你 這些顏色就是 海底的珊瑚的顏色 軟性珊瑚的顏色 你現在看到五彩繽紛的顏色 就是海底的顏色 這邊我們來看 現在BARTENDER就有兩位 他們應該工作很忙 沒有時間回台灣吧 我目前都還在這裡 那他不要聽 有沒有很悶 很想回去 怎麼會呢 今天都會度假的 在兩百片前講的 不算 好 所以這裡的員工 你保持幾位 保持32個吧 因為你整個集團的餐飲 主要集中在台中嘛 所以他們如果要輪調回台灣 坐這個火車也要一個大U型耶 基本上公司有加20%的外企 外島的 離島的家境 另外我們公司是每個月把盈利 10%給他們當獎金 另外10%當年底的獎金 還有一個5%給主管的獎金 總共要花25%的獎金 這25%的獎金不包括年終獎金 喔 是另外的 我們聊到這裡喔 其實我想觀眾朋友有概念 就像我們來拍 你看三天前兩天天氣很穩定 第三天 那賴總統跟我們說 方小姐你明天喔 回去接的那個 小飛機好像不飛了 就是說它天候變化很快 所以一年你真正能夠 運營的時間是幾個月 一年的旺季大約最多6個月 那雲運9個月 3個月我們要修管 所以你一年有1 4分之1的時間 是修管的 是 所以相對來講 你維持這個成本 如果我們就可以運營的獲利 這是一個高成本的挑戰 蠻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會讓員工休息 多餘的時間到各集團的品牌 下面去支援 減少輕雨的支出 小艾哥這個海中步道你走過嗎 我走過 走這裡的感覺很像在雲端漫步一樣 非常浪漫 綠島真的是一眼看不完 對 而且它雖然小 可是三言兩語很難形容 你說我們講發展在綠島 有的人聽了會不喜歡 會覺得應該要跟綠島原來自然這個美 取得一個平衡 對於集團將來在綠島這邊 你還有哪一些想像 我自己本身常常出國 有住過阿曼集團的飯店 也住過了四季的飯店 那我感受到他們飯店的那種服務跟設備 讓我感覺非常好 那我本身集團裡面有很多的餐飲 有JL 它是米其林的餐廳 也許兩年二新 我會請主廚來到清雨做菜 還有我們的余樂樓 許文光 許師傅 我也會請他在夏季 這裡剛好有在抓那個烏拉魚 取這邊的食材來做菜 所以我會提升這邊餐飲的水平 究竟以現在這個初步的投資來說 維修大概十年 沒有辦法吧 剛 我至少要二十年 這是一個理想 但是我會把這個時間縮短 所以就是說可能要把這整個 你對於觀光新選擇的想像 怎麼樣的深度的去理解綠島的背景 人文 歷史 所以是每個人到綠島 現在跟著大老保玩家 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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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